陛下昨晚睡得可好 睡得很好 多谢国师的款待了 哦对了 寡人看到架子上有很多书 不问自拿 还请国师见谅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架子上的书 你若是喜欢随便看 不过我看你很入迷 是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书了吗 这书写的是 从三皇五帝到近代的历史 虽然才看了一部分 不过却让寡人爱不释手啊 书什么时候都可以看 走吧 先带你去检查一下身体 检查过后 嬴正在医院待了半个月的时间 回到大秦第一件事 就是查看扶苏批阅过的奏章 做的还可以 就是有些决定略显智能 这里面有不少都是李斯 给你出的主意吧 回陛下 李相的确帮了很多 恭喜陛下 陛下的脸色看起来好了许多 不错 这一次去后世 的确解决了身体问题 至少不用担心 过几年寡人就要驾崩了 哦 扶苏 你把寡人带回来的箱子打开 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两种 哈哈哈哈 未来的大秦再也不用担心 会有人饿死了 父皇 你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吗 寡人这么跟你说吧 未来我们的这片土地上 生活了十四万万人 什么 竟然有这么多人口 这真是太好了 如今虽然一统了天下 可是这底层百姓 依旧过的穷苦 若是以后 他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这将会是多么大的功德 既然如此 那寡人就把这件事情 交给你如何 儿臣遵旨 绝对不会辜负父皇的期待 李斯 你看看这个 陛下 这东西是何物啊 这是纸张 哇 陛下 不知道这个纸造价几何 具体的寡人不知道 但是很低廉 比竹简还要低廉不少 这纸张可是无价之宝啊 若是我大秦能够拥有这东西 那将会改变大秦的格局 这上面记录的 就是纸张制造方法 寡人把这件事情交给你 务必要在短时间内 让大秦掌握这样的技术 诺 陛下 陈冠这纸上的字不像是手写的 的确不是手写的 这是打印的 当然这种打印的方法 我们暂时还掌握不了 不过这里有印刷的方法 你也一同拿去吧 寡人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掌握制造纸张 以及印刷的方法 随后秦始皇又给李斯 介绍了铁器锻造的方法 以及在大明联盟购买火器的事情 不知道陛下欠了这大明皇帝多少钱 这大明又是什么朝代 偶尔听到陛下提起过几次 可是陈对于大秦后面的朝代一无所知 寡人只能说 如今国库里的钱全部付出去都不够 所以需要大量的矿产 不管是银矿还是金矿 要不然到时候付不出钱了 那丢人的就是整个大秦 可是这矿产的资源有限啊 陈上哪里去找 哼 寡人回来之前已经想好了 你立马安排人出海去寻找徐福 徐福此人虽然欺骗了寡人 但是他对于寡人还有别的作用 陛下 徐福有出海的经验 您这是打算重用徐福这方面的本事 嗯 这的确是寡人所需要的 海外有着数不清的矿产跟资源 这些若是我大秦不去取 未来就会被别人取走 徒天之下莫非亡土 穷尽寡人一生之力 也不可能把整个世界都握在手中 可是寡人不能 因此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 扶苏未来你若是坐在这皇位上 寡人没有完成的事情 你一定要穷尽一生继续去完成 父皇请放心 儿臣既然知道了未来 那么大秦纵使不会万事永昌 可也绝对不会二世而亡 在大秦发展的同时 大明朝的各个时空自然也不会闲着 经历了一年多的秦王诸爽 虽然没有环游世界 可也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 殿下 殿下您终于醒了 原来是你啊 陶酒 本王在这里躺几天了 殿下昏迷了整整三日 那日船只被风暴卷翻了之后 我等看到殿下掉入海中 就拼命的游过来 幸好殿下昏迷前死死地抱住了木板 我们几个人围着殿下 被海浪直接带到了这座小岛上 船上的军医不知所踪 殿下你昏迷不醒 我们束手无策 只能每日祈祷了 别难过了 能够在这样的风暴里活下来 已经算是幸运了 对了 其余人呢 因为担心影响到殿下你休息 所以我们都睡在另一旁的山洞里 虚中落水的时候 砸伤了腿 现在正躺在里面休息呢 他伤得严重不严重 他那腿估计是保不住了 我小时候跟着隔壁的张叔 见识过一些纸穴的草药 我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摘了一些草药 一些涂在了殿下您身上 还有一些用在了徐中身上 可徐中那腿估计是骨头断了 若是有大夫在 或许没什么大问题 可现在这岛上根本没有人可以帮他 这么大的岛 难道没找到活人吗 殿下你昏迷的这段时间 我把附近都走了一遍 根本没有人生活的痕迹 而且连动物都没见到几个 树林里找了一圈都是一些毒蛇 蝎子之类的 我原本想要找找看有没有水源 可都没有找到 那除了你们两个其余人呢 应该都被冲散了 咱们几个运气好 正好被冲到了这座小岛上 其余人估计 我们都能活下来 其余人一定也可以的 况且我们的船被冲散了 其他船应该还有幸存的 他们一定会来找我们 殿下说的没错 其余人只要活着 肯定不会放弃寻找您的 对了殿下 你一定饿了吧 这是我刚刚下海抓的鱼 看起来骑形怪状的 不过总比饿肚子要强 我给殿下烤了吃吧 你先在这里烤遮吧 本王先去看看徐忠